黑子聊事記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黑子 今天帶來是KOTOW大賽 八強賽 公一行對上孫哥 這個炸藥頭頭像的就是孫哥 然後連弩兵頭像的是公一行 文明使用的分別是馬爾他跟瑞典 瑞典其實我覺得蠻意外的 他在少數的一些地圖 出場數其實還蠻多的 其實我有點意外 那這場主要是想跟大家講關於瑞典 雖然卡爾 本身的素質 令人擔憂 連續經過這麼多大刀給他砍下去 卡爾現在已經變得非常的不好用 但是這一場我希望大家可以特別注意的是 瑞典的農社爆發的經濟還是相當可觀的 所以 越早的去打壓 瑞典農社的 整個經濟的起飛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這一張地圖的選點我真的都覺得選得非常的精彩 工藝行本身也是一個很常玩日本的玩家 專精日本玩家 那這一場的瑞典是一個 農社下的位置 然後一些細微的操作我覺得 都是瑞典玩家應該要 學習的 學習的 那農社基本上 目前會消耗掉非常多的 APM 在營運上沒有像以前這麼的簡單 但是如果你能夠營運的好 他的 經濟 起來還是非常的可怕 那個經濟的爆發力還是非常的可怕 他這場文明的對抗中 我本來是比較看好瑪爾他這邊 初期有努兵跟 樹職很不錯的瑪 在正面應戰 瑞典其實很難輸 除非瑞典 海大量的皮炮 然後配合 瑪的部隊跟卡爾 少量卡爾去 多推進 才有機會贏 但是現在這邊 就這場的結果我覺得蠻意外的 我們可以等一下繼續往後面看 這場瑪爾他的開局一樣是 TP開局然後踩木頭發德語 這場打到了比較多金寶 所以 木寶不夠多 等一下發德語的時候會稍微 慢一些 謝謝 16農升級選 軍備補給關 直接開始補木頭 那一樣是要確保肉區要趕回來 這一場 瑪爾他會落敗也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跟資源區有關係 這一團肉會是影響的關鍵 就雖然 孫哥這邊很早就開始趕了 但最後我們可以等一下看一下 這團肉最後被趕到哪裡去了 好這邊發德語 那這時候已經升級快到了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選點 農事的選點很重要 尤其是像這幾個你看 剛好卡在 有金 跟木頭的中間 還有這個選點 動物打死之後 這邊 有金 還可以吸到一個木頭 你看這個農事的工作效率 雖然很少 但都是積少成多 尤其是開局這個最側 開局這個竟然吸到了三個木頭 很誇張 這邊這幾個選子也不錯你看 這個也有吸到木頭 這個也有吸到木頭 這邊是沒有動物 稍微差一點 動物有點遠 卡在這個角落 這邊也是 因為現在沒辦法打獵了 所以他這邊如果要趕動物 也是很麻煩 這邊要趕過來是有點辛苦 我覺得這邊是控的最好的 這個肉區 然後這個木頭 這個金 雖然剛好被這個交易戰給卡到了 這也是 目前地圖生成 比較為人詬病的地方 這邊你看這個趕動物 這個趕動物操作 有沒有 樹 動物 金 很漂亮 而且這邊你看這邊吸到三棵樹 這邊吸到四棵樹 所以很扯 這些資源給的細流其實會非常的可觀 然後接著再發一張零土 這邊是 七百木之後接零土 喔不對 我們 已經搞幾張了 山村 零土 七百木 然後接著是 恩爾斯 煉鐵場 然後這邊直接下兵營 這個煉鐵場打過之後 經濟就起飛了 好這邊 馬爾他 出醫院騎士我個人覺得算是下下策 這也是馬爾他 在經濟爆發為何說會比較 沒有那麼強勢的原因 你這邊再出醫院騎士去拆 其實 比你出 毛兵還要慢得多 以這個時間點來講 瑞典農舍基本上都快蓋完了 只差三棟 三四棟而已 然後這邊也下了槍炮駐造場 那等一下就可以轉出皮炮 基本上不用有村民才進 就完全可以消耗 根支印 塔爾的費用 只需要大量的村去集中在肉根木就好了 然後 可惜的是這一棟最後也沒有燒掉 好這邊支援槍直接空投這里 然後因為我們有打過領土了所以 支援槍可以直接 被這些 農舍拿走 所以七百木也是這樣的做法 就是你 你有打領土之後 可以直接把船運點 設在農舍身上 好這也是目前 瑞典比較主流的玩法 好這邊卡爾數量非常多 但是皮炮還沒出來 那我們以上第四角來看 目前 目前 瑞典這邊 軍事上是小優勢的 然後這邊有抓到存 這也是 瑞典 比較令人 擔憂的地方就是你每次出去蓋農舍 很大機率都會死村 死村就算了你還會掃房子 死村就算了你還會掃房子 阿基爾這邊發了一張 愛爾蘭旅 以這波爾軍隊來講啊 愛爾蘭旅馬然後配上醫院騎士 正面是不虛 不落於 瑞典的 阿為了拆這個 農舍也被強迫做了兵力糞散 我們來看一下家裡這波 有沒有守住 這邊我覺得也是蠻虧的 沒有守住這個指揮所 好 四台皮炮推進來 指揮所直接爆開 這邊沒有守住 我個人覺得非常可惜 那最後這團動物也是沒有趕進去 沒有趕進去 只有趕到這裡來 下面這一團最後沒有趕進來 然後這邊包夾 很漂亮 你以為卡爾包夾有用嗎 沒有用 這個卡爾 卡爾近戰被馬貼到 直接打不了 這邊我覺得交換得很成功 以 馬爾塔來講 這邊大優勢 原本是 瑞典包馬爾塔 現在變成 倒過來 直接 直接被煩吃一搏 這邊我也覺得也還可以接受 缺點就是指揮少島了 這時候 你要再擠兵出來 就比較麻煩 那皮炮的威脅性還是相當的可怕 尤其是以這種步兵組成導向的 部隊陣容 如果你馬 一倒了就都很慘 然後這時候馬都慘血了 其實 正面來講 只剩 泰爾蘭女主力 然後加幾隻弩兵而已 接著就看要選哪邊的資源去吃了 你可以看到家裡的肉這邊已經乾了 所以他勢必必須吃這邊的資源去跟金 然後你可以看到場上的 這邊手頭上有的資源其實也是相當的多 應該要趕快盡可能的把醫院跟 指揮所的 兵都點了 對方是很明顯的就是要 爆發一大波的兵 那這邊還是想說要去打農舍 正面這邊就先 空城祭一下 我在猜馬爾他也可能是 想賭對方上時代 他 不捨得把場上的資源花完 手頭上的資源花完就是希望 可以有一個timing上時代 但是我是覺得 看起來這個選擇是 結果論來講是 沒有成功的 好這邊出去外面採資源 一樣這個時候其實是可以去點 馬生產出來的 但是最後是沒有點 然後金也嚴重不足所以這邊直接 直奔這個金你可以看到家裡沒金了 好所以直奔 野外的這個金礦 想說努力採一波直接點上時代 等一下把村民取消就可以上時代 好這邊繼續殺蠢 好這邊繼續殺蠢 利用馬的機動性去延緩對方的軍隊速度 以戰略性來講 都算是合理的 然後這邊開始發 英語就 你也可以說是為了上時代的一個保險措施 隨時可以取消掉 但是這邊 最後又點馬了 所以以時間點來看這個馬 生產時間就慢了 你這樣等於說你會少出一輪兵 這邊壓進來就很難受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瑞典的視角 你看看對方到底有多少兵 我只能說馬爾他在 評估對手 會不會 時代二打進來的 這個部分 評估是沒有成功 好這一波支援區直接被抓翻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94人口 這邊92 沒有輸很多 但對方有炮 這邊已經102人口 接著還發了一張藍莓 好 這邊有英語 然後馬在前面去砍這些卡爾 然後試圖的想要把皮炮偷掉 這邊的交戰看起來也可以守住喔 就是這一團兵跟這一團兵感覺是可以打的 但是後面又來一團 GG 好 卡爾數量 多到 你沒有馬了 沒有馬了 你這時候沒有金 也不可能擠出馬了 所以一來一往之間 差距就拉開了 而且最後我們可以 給大家看一下 前面瑞典這幾個細微的 放濃色的差異 會造成多少的經濟差距 我們看10分鐘的資源量 好接著再看12分鐘的資源量 非常的可怕 這個資源量非常的可怕 大家可以實際去練一下這個流程就知道你要達到這個資源量 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正常來講 大部分的文明 如果稍微搞 經濟一點 大概文明的 資源量就大概落在這個水平區間 從11000到13000 14000左右 那基本上 經濟 爆發很OP很強的文明 就是這麼扯 可以打到18000以上 好以上這一場 紀錄檔分析講解就到這邊 我是一指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